你好 欢迎收看1月27号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台东新兴热门打卡拍照点TTSTAR原创馆 全馆16个波浪屋店家 从27号起到3月3号 放同发起了原创巨爱送温暖活动 共同响应冬季求见癌症医疗大楼的募款活动 27号下午包括了县长饶庆林 布拉瑞洋舞团也特别出席表达支持 县长表示欢迎民众到原创馆逛街的时候 还可以到各个店家选购义卖商品 台东基督教医院从2017年8月开始 动工新建的癌症医疗大楼 总重募经费需要4.5亿元 目前仍有1.2亿元的资金缺口 为了在台东癌症病患的治疗上出一份力 TTSTYLE原创馆内的16间店家 共同发起原创巨爱送温暖活动 27号下午饶县长特地到场表达支持与感谢 因为我们服务员太广大 但是人口又太少 所以我们就医不管是急症重症或癌症 都必须千里跋涉到西部到北部 来去做化疗做医疗 因为这样所以东基非常的发愿 希望能够做一个医疗大楼 这本身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以我在这里要拜托大家 今天买东西是做爱心 而且我特别感谢TDMaker的所有商家 他们今天主动的来做这件事情 我要感谢各位年轻朋友们 波浪物店家响应东基筹建癌症医疗大楼募款活动 从1月27日起至3月3日止 在商家内规划义卖专区 义卖商品所得将全数捐赠予癌症医疗大楼的筹建 27号活动开幕当日 现场邀请到东基员工及知名舞团进行表演 吸引不少民众停留 因为我们都是台东人 然后我们也了解到说 在台东这个地方 他的医疗是比较微弱一点的 我家里也有人是因为癌症而过世 然后对于这件事情就感到会很遗憾 因为真的就是必须要到很远的地方去 去就医 所以我们今天 好不容易有这样一个活动的时候 我们想要用自己的力量 虽然说我们没有很多其他的 但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歌声 我们的身体去出力 癌症治疗是一场漫长又辛苦的照顾挑战 令台东缺乏适当的医疗资源 癌症病友们往往需耗费大量的时间与金钱 历经700多公里的路程前往其他县市就医 生命太短路太长 期盼各界民众为台东的癌症医疗资源 共尽一份心力 记者江碧任台东市报道 所在给予疗路太长呢 不是外伙训者